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说服力的 有说服力的答案 很多很多 对 为什么陈鹤这个事情那么样的火 因为有人统计啊 就是说他的这种火的程度啊 这个事件呢 超过了这个王妃谢霆锋 真的啊 也超过了那个什么且行且珍惜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过去在我们这个老一套的印象里啊 他还算不上一线的这个明星 是吧 可是呢 为什么他也就是 那网友的解答是什么 哎 徐老师可以讲讲 你的网友的解答 好多了 好多了 有的们说是闲着蛋疼啊 有多么失望 这个舆论 这个有很多不能谈了 所以只能谈这个了 那么也有人说是渐渐的好男人啊 什么什么 大家失望了 基本上跟文章 什么王王王王什么 王海波啊 这一个路子的了 大高 海波一个路子 就是说 本来离婚怎么成飘娼了 不是 不是 他的意思是都是一个 以好男人的形象最后破灭 他的一个路子就是文章也是 王海波也是 他也是 就是说在荧幕上演一个好男人 但最后人家发现本人并不是 对 所以这个也不能解释 他为什么都超过了 比他更大的 这个过去传统上 比他名声更大的明星 出类似的事情 那是因为这段时间 其他的新闻少 也有 也有人认为是有很多 不能讲 诸如此类 大概的回答是这些 又婷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问你们啊 不是 那这事你研究了一下吗 代表互联 我有看到 他出了一本书 说什么好男人 就应该像我这样 啊 现在 你这是哪壶不敢提哪壶 不要提他这本书了 这本书现在 就是他的一个罪证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 我就是去看了吗 想说原来你好死不死之前 出了这本书 那怎么挂人家 现在破面呢 一定有关系的吗 但是他红 其实有道理 你不是以前讲过 框子的话吗 对 重浩子必查子 重物质必查子 这个人是重浩子 又重物质 所以必必查子 还有 你说的好 是不是原因是因为 两个人当初被发现的时候 被认为是两边都结婚 通常我们说这个明星出轨 通常就一边是 就是小三或者是小王 他是有一边是单身 有一边 进入到世界了 有一边呢 有一边呢 是就是结婚 但是这次是两边都已婚 所以这样子你知道 那个是不是可看度更高 我觉得啊 你们说的这个也都有谱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没到点子上 不是 不是没到点子上 也都到点子上 我可以跟你说说 我的这个微博后边 他们回答啊 有一百多条呢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原因呢 他说明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呢 已经老了 对 我们已经老了 就是我们以为的这些个东西啊 我们以为什么人火呀 并不是年轻人心里的火 我们比方说啊 你从 怎么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 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你想象不到两个我们都没看的节目和电视 一个是这个爱情 这个喜剧 爱情公寓 嗯 它有多么巨大的在年轻人中啊 几乎身边 你看我这微博一下 就身边我的同学每个人都看 甚至有一个年轻人说 说你说陈鹤不是一线明星 他说这我绝不能苟同 他说你知道这个奔跑吧兄弟 是吧 他在里边很讨好 好难啊 这个节目成功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多少人在这个追着看 除了我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没看 所以我们怎么能知道 但是呢 包括这个爱情公寓 说实在的 我看两眼 你知道吗 老了 你没有办法 我就是你年轻人爱看的东西 我看不了五分钟 我真的就看不下去啊 我不能忍受啊 我觉得这玩意怎么能够看下去 但是你必须尊重 他们觉得 哎呀 又幽默 又无厘头 又机智 又好笑 是中国最好的这种年轻人的爱情喜剧 特别是这个陈坤 不是陈坤 陈赫 陈坤是私有其人 陈坤也是个谅仔 陈坤也派了 是吧 下一个啊 就是赫赫赫赫赫 是吧 哎 这个你们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一个节目和一个剧 给他带来的 包括最后我发现 真正的答案 在他自己的这个道歉信里 他自己都说 他说一个节目 一个电视剧 把我推到了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他就觉得承担不起 所以有 所以也有人说是 华裔跟浙江卫视炒作 就基本上后面是一个 凡是这一类的大的东西啊 背后是有利益集团的运作 这也太阴谋论了啦 是不是 只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红应该也没有 对他的未来的形象没有加分啊 虽然出名了 但是不见得加分啊 对吧 加不加分 不管那个节目受关注都增加了 就牺牲了一名男演员 来成就一个节目 虽然这个时代前进 观众看的东西不断的更新 我们觉得out 但是另一方面可怕的是 他那个主题 他的趣味 以及他所宣传的道德观啊 并没有进步 并没有与时俱进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年轻人 哎 我们一方面现在穿的拼命 拼命往年轻人 是吧 虚越年轻人 可是另一方面 我心里真是觉得 天就是天 地就是地 对吧 你这个没有年龄 没有岁数大的 岁数小的 你好的就是好的 错的就是错的 对吗 我刚才想说什么 学尔刚才说到哪 你看上岁数就忘了 所以归根结底呢 他们现在说他不好 其实最做 就是不好 就不符合这个好男人的形象 很多人 找了很多的方法 来论证 他不是一个好男人 却没有想到 这个好男人 这个概念 本身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他们本来在节目里 喜欢的这个好男人 他是不是一种叫道德表演 问题是出在那个地方 张爱玲很早很早就写过小说 红玫瑰白玫瑰 比如说男人 他说两种 一种叫真人 一种叫好人 他里面的好人 就是负面意义的 真人是 但是他说里面的男人啊 挣扎一番 又去做好人 到最后那个董正宝 电影结束 小说结束 一觉醒来 第二天又做回一个好人 武师的时候 就把这种遵循社会习俗 漠视自己情感的这么一种人 这个好人 其实加引号 没想到到现在 不断的发扬光大 没错 不是新时代的礼教吃人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说啊 我刚才想起 我要说什么来了 我就是说 你别看是这个年轻人 其实我觉得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脑子里的这个婚恋观呢 比一百年前的人还老土啊 就是你的脑子 是几百年前的脑子 你还是年轻人 这方面非常突出的就是又婷 我是该承认的 因为这样承认 表示我好像又是年轻人的 平常你来的话 他是朝你那边躲 刚才一直对着我说 他还在找盟友 他还在找盟友 好奇怪 他今天怎么一直对着我说话 我没想到 啪一下 对对对 一回马家 你刚才去找该忘掉 不应该想起 不知道什么叫 像庄无间了吧 对吧 最近这两天还有个少将 说什么人们聊张灵斧 也是上相庄无间 我就意在又婷 又一婷说说 没有 我说这是 我以前可能会跟着 就是说 这是好男人的这个形象毁灭啊 等等 我这次想一想 我觉得应该是说 人们痛恶谎言 就如果你本来是坏的 可能 你或许也是有一片天地啊 大家不会去 说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坏 你怎么可以这么花 可能不见的 重点是因为这中间的反差 所以你一直是谎言 还有我讲第二个谎言在哪里 他不是说 我这三天来 存受到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所以大家 这个 就是 生不如死啊 就是很痛苦嘛 请大家不要再 这个 这样这样塌伐我 可是 网友不是找出来 这三天他跑去干嘛了 在家里面 开黑啊 开始那个什么 打游戏啊 他线上游戏每天都有记录 而且他这个 呃 那个线上游戏的那个 英雄增值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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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某是一直在进步 增值 英雄 在增值 好像什么什么匹配赛 还是什么之类的 说明心里非常健康 所以大家就说 你不是在好懊悔吗 你不是在反省吗 怎么现在这个游戏显然 你还是很开心的在玩游戏 这是谎言 这是谎言 全国建南受到了那么多女性的关注 在家里打个游戏都不会他们盯住 因为你说你在反省吗 那小时候我们认为反省是怎样 难过 茶不思饭不想 什么之类的 结果你打游戏 又停下来知道他打游戏打了多少 哎 这个 网友把他截出来 连他的那个ID名都出来了 我说这还帮游戏火了一把 不是 就是说但是一个人受到这样的搜索 这里是 是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一个演员 演一个好人 不等于他本人 道德上是这么一个人 他自己出书 这个是一个常识 对不对 中国人这点不大分 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中国人以为会觉得 谁谁谁是好媳妇 谁谁谁是好男人 谁谁是暖男的典型等等 就把这个演员跟他演的角色混为一体 在中国是有这个问题的 以至于有些比较细 一出官员 一出政治的事情 我们就说这是影色 对不对 这其实戏归戏 现实归现实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同意 他比较让人受不了的 就是道德表演 就是不仅在角色里表演 而且在生活当中呢 他也自认为是这么一个好人 然后来表演 所以你们大概比较看不惯的 就是这种道德表演家 是不是 表演我的爱情 其实并不是 其实已经是又出轨 又离婚什么 但是还要塞恩爱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在这个微博里 我还看到一种意见 就是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 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腻歪了 你不觉得我们不能说是哪个人的责任 我们就只能说是每个人 共同成就的这个社会状况 但是呢 对于这个数百万的人啊 围绕着一个人的离婚或者什么 就这几天呢 他这个占据了所有排行榜的头条 我就说 我想不想聊他呀 不想聊他 他往你面前拱啊 你这个 你这个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有些人本身就对这件事情 就恶了 就说 为什么咱们就打 就中国人这点婚姻的这一个事啊 聊的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当然你可以说 克林顿 对吧 他的错不在找莱文斯基 他的错在于没有诚信 但是克林顿是总统 他是官员 对吧 你这个陈鹤 他毕竟 还有就是现在的 他是个年轻的一个艺人 现在媒体 我觉得会有两波的推波助澜 就是刚开始在微博红 他可能就红在这个微博或网络的事件 就应该也就在这边仅止于此 但问题是现在主流媒 我不该说主流媒 其他的媒体 可能是报纸 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新闻频道 他又再推了一次 而他选择这个新闻的原因 是因为他把网民的意见 作为现在最主流的意见 所以当主流意见 有一个反应的时候呢 他就每天上网搜 今天新闻最热是什么 我从微博的讨论 变成我的新闻主流 再把这个头条 网上拉成主流媒体头条 你就看到 他有个叫什么 正反馈 对 而且会有那个背诚的那种效应 这就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 社交媒体的社会了 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得到新闻 是从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得到的 他甚至不是从网站的那种 新闻网页里得到的 而是从我的朋友圈里 从我喜欢的某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从这儿得到消息 可是你知道 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觉得 就好像作为一个媒体的主持人 我就觉得 最多我们在私人生活里 还可以保有一个自己的理性 自己的清醒 但是当我们选择话题的时候 我的感觉早已经从了 所谓叫从谁呢 就是从重了 三人成 从的就是重 你知道从重的结果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说 到底 这是不是理性的 但是现在 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就从了吧 他们就是要聊这个 他们就是要人系不分 你演了个暖男 他不是暖男了 全社会 咱们就 这是网络实行了 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态度是从了 从了人民 跟着人民走 你知道吗 就现在我这主持人 跟着人民走 就天天聊这个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这 和尽能 Big Bang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实际上骂你的人 他连你的节目也不看 他只是看见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标题 文涛要谈这件事 他就觉得 你知道他有很多他的粉丝是真的爱他 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退出跑男 没了他跑男我们就不看了 那么这些人 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的名 有名是第一位的 现在这个网络世界 传媒世界是这样的 不是就有爱他的人 而且也有觉得 不就是离个婚吗 你们至于的吗 就这样的 怎么着骂的一套糊涂 他也有他的粉丝 所以我现在是说 就像你刚才说 如果我们一定要跟着 网络的这个意见走 像以前我们做新闻 你说所谓的舆论 你要知道民众想什么 你要反映的是 民众的意思上来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以前 最传统没有媒体的时候 你要什么街坊 你要做民调 你才知道这个基础在哪里 现在我发觉 大家就变成这个基础 都是网民 台湾也是 台湾的媒体也是 我们叫乡民 就是我们把网民称作乡民 最近台湾在聊 几个话题也是 他说就问了一群网民 一群乡民说 女孩子 说什么样的 这个收入的男孩子 你才嫁 结果呢 这个台湾女生 乡民当中的回答是 一万五千块港币 就是七万块台币 大概一万五千块港币 到两万块港币之间 这个在香港 或者是我不知道 问那一地 因为香港的男生来 他是说 哇那我大学毕业 就可以娶台湾女孩子了 但是在台湾 这就是三十岁到四十岁 统计下来 台湾的官方数据 不到十万人 有这个收入 台湾人不到 你看是吧 很讶异 OK好 所以大家就开始 讨论这件事 就每个人开始问说 台湾女生 然后就乡民就开始骂 台湾女生 怎么这么势利 怎么爱钱 然后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占据台湾的媒体版面 占据了三四天以上 到现在都还在做 这样的一个调查什么的 然后我在想 那到底这些 女孩子的声音 真的是主流的声音吗 她只是一个记者 她挑了一个这个东西 在网络上 那到底这些 所谓的女乡民们 的这些基数 是不是主流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我建议应该有 实实在在的大学 研究机构 或者是政府部门 或者是某些部门 在一个特定的地区 做实实在在的调查 就是说这个地区上网的是些什么人 就是经常发表意见的 在在在微博圈 或者微信圈发表 做一个统计 这些统计 哪怕是一个小范围的统计 会对于我们总体的分析 网络名义 会有很扎实的基础 我有一次经过一个小的地方 去一个地方 一个县城以下的 那么一个地方 为了上厕所去一个网吧 然后我就看到网吧里 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打游戏 他们在上网骂骂人 或者什么 但是旁边有很多这种小铺 有很多人跟他们同样年龄的人 在做工作 很苦的 那些做工作 就是维持生活的人 他没空去打击之类 所以也许你看到的意见 就是网吧里的这些 旁边在卖饼 卖烧饼 在搬东西的那些人的意见 你是听不到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 我这是岔开去 不过 回到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不能讲 这个网络的这个名义 是非理性的 而且我们也更应该 用理性的态度去分析 我觉得从前例来讲 现在很多年轻的 8090后 在一起家里看电视 上网 说实在话 大家最担心的是 我们在一起了 但我们会不会好一辈子呢 因为无数的爱情童话 都把大家吹婚在一起 所以在一起很多人都把婚姻当作生命的一个阶段的终结 对不对 我结婚了 好 我们结婚了 这个大家誓言婚礼都办过了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了 上网了 那然后就要再想了 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 男女是不一样的 男的看到女的 第一目标是占有一个女的 女的的第一目标是保存这个男的 女的觉得将来我若是不能保留他 我还是不要跟他 男的这个后面保存的事先不想 先想到再有 因此呢 对于离婚这些课题最感兴趣的 多数还是女的 你包括你假如有办法调查 陈鹤世界 关心的 骂他的 爱他的 很多都是女的 这个是从非常表层的 为什么你说这么多人关心呢 大家都在关心自己的将来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说 你看我就说 我这个微博里 他们讲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节目 一个电视剧火了 还有一个原因 恰恰就你刚才的 他们觉得这个微博 觉得刷屏的都是年轻人 最勤刷屏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说的 这个原因 我也是真的 就是说 我不能揣着明白 装糊涂 我真的是感到不可理喻 就是说 我从小就没能理解过这件事 但是女同学最喜欢这样 就是很多的理由 共同的一条就是 他们经过了13年 还是14年的爱情长跑 怎么就没了 他们能够在一起 他们应该永远在一起 他们怎么就能够离婚呢 而且离了婚 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后来还传出 是不是有出轨的 这样的事情 他们14年的爱情长跑 我不能理解 第一我不能理解的是 她好坏 她的婚姻怎么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代表她的信仰 这很多女孩子 她对她来说 一个婚姻 不单是一个房子 不单是一个人 是她的一个人生的信仰 她不信基督教 不信佛教 可是她信爱情 对不对 你信爱情可以 你信爱情可以 但是你信的是 陈赫的婚姻 你信的是陈赫的爱情 你还需要一些偶像 来寄负她这个信仰 我不是信陈赫的 或者是王妃的 我信的是他们 他们这个经历 例如说 他说14年了 例如我们说 我们相信两个月 可能可以分手 但14年了 你还分手 就是说你信 你以为 珍爱经得起考验 或者说你要有个经历 你可以长久一些 就14年你还分 所以我是这个经历的 绝望了 这个信条就让我失望 不是陈赫让我失望 空间打不赢 我靠时间赢 现在连时间也不赢 那你说 你要信什么呢 这件事上 我这么想的这个人 不管你是年轻的 还是年老的 我是不两立 枪枪三线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的对啊 这种大众对爱情的 这种信仰啊 在某种程度上讲 是弱智 那我没说 你说的 我是广告的时候说的 但是我觉得对啊 因为对爱情的 其中一个定义 就是失去判断力了 才叫爱情 要是你老是这么清醒 老是这么高智商 你永远进不到 爱情的境界 这样的人是可悲的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我非常同意 像泰琳说的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感情 都是千疮板口 没有完全perfect的 那种童话 任何的感情 也都可以理解 但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人还总要有一点 这种 怎么说 99件事情 是讲智慧 总有一两件事情 不能靠智慧 得靠信念 爱情就是这样 对啊 不记得在 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才能追求到 自己一生的一个 主心骨 成何不是 但是不代表 他们不能追求 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感动于 你为了你自己的 爱情的信念 出生入死 你说的对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 就是他的爱情 对 就是说 哎呀 我不相信爱情了 我这些年老听见 这样的话 王菲出了个什么事 哎呀 我不相信爱情了 那个人离婚了 哎呀 我不相信婚姻了 我就说 我不理解这个 我跟你说 其实我确实是可悲的 可能啊 我是一个自私冷漠的人 因为我经常跟女性朋友 发生这样的争论 我就受不了 那个在婚礼上 这女的 一看见一个 她的一个别人结婚了 那么走出来 你看女的特别普遍 哎呦就会流泪啊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老问她呢 我说你为什么会流泪呢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电视剧流泪吗 你看电影流泪吗 你看电影会流泪吗 有没有情节会让你流泪 那你一定不会是 这种爱情的情节 那什么情节会让你流泪 我会啊 对 我会流泪 我看比如说 泰坦尼克号 那个Rose吧 那个女的 那男的 杰克尼克为了救那 Rose自己死了 这也是为了爱情 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 哦 那就是一样 他就会触动你的一些 就像老师说 你心里面的一些 同 就是那个频率一对了 你自然被感觉 对吧 对 这只是说 他的频率跟你不一样 你看许老师 咱们就是说这个事 我就觉得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啊 选择的就是从了 从了大家伙的兴趣了 大多数的兴趣 你看点击率 现在统计的都是数字 啊 一条微博后面 他有四百万了 粉丝有几百万了 完全是拿这个来说事 大数据时代 但是这就意味着 你就从了大数据了嘛 那从了大数据 说实在的就意味着 老百姓聊什么 你就得跟着聊什么 对吧 大家伙爱聊 大家伙认为 一个人演一个好男人 你生活里 究竟是个好男人 你要不是我们就聊你 于是我们就跟着聊 女性带着好男人 这样的童话啊 传媒塑造的童话 没有这样好男人的梦想的 是可悲的 但是拿这个梦想来套社会 来衡量社会道德 甚至来管制别人 那是可怕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是可怕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甚至也不是陈鹤一个人造成的 那我们竟然自己本身 就是身为媒体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 我们就说真的 不管你点击率多高 我觉得他不应该聊 你就不聊了 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是啊 我们就说收视率高的新闻 我们就一直讨论就讨论 必须明天投调 后天投调 直到他不被关注 那哪给我知道 健康新概念 不聊的人 不行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着人民走 人民 说不话 我一定要 对 提供 八月 你 刚才